好,剛剛大家在操作的時候都有遇到一些問題 那除了剛才我們講的那個中文路徑的問題外 最大的問題就出現在這邊 我先把開另外一個進來 比如說我這邊還有這個 第二個字 好,打開 放進來 那我現在想要縮放它,你就點它 結果就點一下 這樣就有 我現在是有,可是如果要改它 有沒有發現我點它沒有用 對不對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我們這個GIMP裡面 你要點別的字的話 第一個你要用什麼 移動工具 所以你要先回到這個移動工具這邊來 那這邊呢 移來了這邊之後你點它 這樣還不是編輯它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就是有一個圖層 你看現在點到的是它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Photoshop不是相同 你看我把Photoshop打開 如果你曾經用過Photoshop的話呢 當我在這個裡面 我們一張標準的 會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先隨便一個 像這樣子 那你看我們移動工具這裡 預設呢 其實軟體的預設子 這裡是沒有自動選取 沒有勾 所以今天你看我的圖層 現在是不是點到它 對不對 我如果說我這裡還有別的文字 好打勾 那我要選它的時候 我點它 我要點它 我點了上面這裡 可是它有沒有跳下來 沒有 所以我們是點到這裡 這個把它勾起來 這個勾起來之後點到它 點誰是不是選誰 那麼我們GIMP也是一樣 今天呢 你可以到編輯裡面 因為它預設子 現在改成跟Photoshop相同 好 你到這裡有一個偏號設定 有沒有 進來 好的 你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工具選項 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移動工具 就是這個 勾起來就好 好 所以你看我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 按確定 好 好 現在呢 我現在在想這邊 我點到夢這裡 我用移動工具點到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跳過來了 我點到想這邊 有沒有跳過去了 插在這邊 所以不小心 你有使用過其他工具的 其實 是不是概念相同 只是設定的位置可能不一樣 好 設定位置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有些 會把面板把它關掉 有沒有 如果你是剛才 剛剛關掉的 其實它有一個最近關掉的 是不是可以從這裡找到 如果你已經關掉很久 這裡也找不到 也沒關係 這裡 有沒有工具選項跟塗層 好 這樣的話你的面板就可以再把它 把它找回來 停住的 塗層的部分 好 塗層的找回來了 然後我的 這裡還有工具的工具箱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回來了 好 所以剛開始大家比較不習慣是在這裡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工具箱屬性不見了 比如說剛才有同學說 欸我沒有辦法設定那個漸層的顏色 咚咚 有沒有點兩下 在工具上面點兩下 它的工具會自動切換 這樣OK 好 雖然說 新的軟體可能你用起來會不太習慣 好 用起來不太習慣 但是呢其實它很多的概念是相同的